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啰嗦了 那就语音来给他该怎么谈谈一下 因为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之后会整理 反正一定会有号的嘛 对不对 并且艺人朋友也有那么多 我之后肯定会整理一份 我跟公司所有工作人员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 工作人员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 我无论是上传云盘还是说 国外 因为毕竟在国外读书嘛 也有很多国外的软件 或者说云盘之类的 全部存档 就大家想怎么看怎么看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 我跟公司其实 发图片吧 行吧 给予些优优独播放 就是大家 这是一个 特别多的东西 截至目前我依然是 时代风军的艺人 然后无意外的话 我在未来也会和某私不离不弃 因为我也决定了 既然这次的我的梦想 我参加不了的话 我就也不想做这个行业了 真的对这个行业 实在是太失望了 毕竟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还有特别多 对不对 然后 今年去年六月份 我跟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 然后我们当时的 违约赔偿的要求是 我在一二年内 向公司提出解约的话是 每年不少于人民币八十万元 乘以履约的年限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年提出解约条件的话 我最多按照合同要求 给公司赔偿八十万 人民币 因为当时整个合同我也没有怎么修改过 因为也是非常喜欢我的那个经纪人姐姐 就是公司发怎样的合同过来 我就签了 然后截止到去年拍电视剧的时候 在长达拍电视剧的时候 公司拿了一份合同过来 说是成年了需要补签一份合同 就说两份合同是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就是完全一致 让我直接在后面签字 然后这是我后面才会发现 就说除了违约赔偿这一块改了之后 其他的全部没有改变 就是说从我每年需要给公司 就是单方面提出解约的话 我要从八十万升到了两百万 并也是以履约年限变成了未履约年限 就是说 最近我跟公司在商量解约 需要我赔偿一千两百万人民币 然后我说啊 这么多钱是肯定是不现实的 那我们双方限时的来 那我就说 以我在你公司赚来的钱 我乘以三倍赔给你们公司 公司不同意 然后后面是降到了五百万 但是我觉得五百万这个投入 对我来说也是不太现实的 就是说我不会赔这么多钱给他 因为我在公司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 我总共上了三天的表演课 就是截止到目前 我总共才上了三天的表演课 并且在同部门一人 在北京有房子的情况下 有提供住处的情况下 我是没有的 并且在少年时代中 我的那个助理姐姐 大家应该知道我有个助理姐姐 她的所有积累 工资 酒店住处 一切的花销 都是由我自己来承担 并不是由公司来承担 只是今年拍的那个靴猫的时候 就是少库的那个时候 公司提出为我承担 但是我给助理姐姐开出的工资是七千块 她只承诺付四千块 那我也就自己也垫付了三千块 一共凑取七千块 给我那个助理姐姐 并且她的一切的和我之间的花销 全是由我自己来承担 并且接着目前我依然 不知道我的大号的账号 以及密码 并且在同公司一人都有 就是我们部门有的情况下 我是没有账号和密码的 并且我主动提到过一嘴 就是说能不能给 因为其他人都有了吗 我就去提了 然后也是没有的 然后呢 我今年年初跟她提出解约了以后 我其实是大家也知道 我也是去国外读书了 然后后面是跟公司商量 就说那我们是不是换一个方式 能够继续合作下去 我提出的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年初的时候提的 由我个人组建我自己的个人的工作团队 然后其团队的所有的工资 以及花销 由我个人来承担 公司不同意 然后最近的话是因为 公司说 如果你不想解约的话 我们也不想解约 就是想继续合作嘛 然后我提出第二个工作方式 第二个工作方式是 我请一个专门的人 就不立一个团队 只请一个专门的人 来负责我影视方面的东西 公司从百分之 一直是公司拿百分之七十的钱 我拿百分之三十的钱 然后我说那能不能公司再多给我百分之二十 因为我要承担这个人 并且别人也要拿点钱 对不对 就是说公司拿百分之五十 但是你不需要投入任何的人力 资源以及花销 就你压根不需要管我 然后你能纯拿百分之五十的钱 然后 我提出去了 公司也是不愿意 包括最近网上不是报了一份名单 是偶像练习生吗 这个节目我应该是参加不了了 虽然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去报名 自己去面试 然后对方同意了 然后说签 然后公司又说不想和我解约吗 因为是在十一月份的事情 那我就说那 刚是跟公司老总说 那谁帮我去对 然后我们公司老总说 那果子去帮你对吧 然后 到后面的话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那还是解约吧 那解约那我就提出来了吗 就说怎么解 也就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两百万乘以 未履约年限 就是六还乘以七来着 反正一共一千两百万 我是肯定不接受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你对我的投入 其实不值这么多 我承诺的是 大概我自己的 在公司的收入乘以三倍 也就大概是八十万还是九十万 来作为一个 因为我总共在公司 待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对吧 去付这个钱 并且 嗯 到拍戏的时候 我今年年初 大家其实有很多关注我的人都知道 我的精神状况 不是特别好 我 因为拍戏 我患了中度抑郁症 然后还有轻度的焦躁 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我其实在剧组中 我已经无法公 无法正常的去 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并且当时公司第三部戏 我的第三部戏 公司给我签署的工作时间 是每天休息八个小时 结果就是说我每天工作时间得是十六个小时 然后 以及到后面 本来是拍摄二十天 那个时候我已经抑郁非常严重了 我和公司说我实在拍不下去了 就是我已经完成了吗 因为我们当时约好了二十天 公司说你你必须得再拍五天 因为别人戏没有拍完 那我实在没办法 我觉得那没有拍完的戏 你做一个工作敬业的程度 你也得去拍 那我说那我去拍 那能不能每天的工作时间降低 就是不要拍十六个小时 我说每天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我可以接受 没有 公司说去帮你弹吧 但是我最终还是 最后面也是二四小时 二四小时的拍戏 然后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抱着 能够和平解决这个事情 的态度 包括公司之前一直说 你为什么 在外面说公司的坏话 其实关注我的人也知道 我 我说我在微博上 说过公司的坏话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底说 没说过公司的坏话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说过吧 如果我的脑子 记忆力清楚的话 我觉得我是没有说公司坏话的 然后 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我觉得双方应该都还 蛮不想去 做的吧 我觉得其实 就是一方面我的 我已经 说句老实话 大家 我真的是 尝试过一切 能尝试过的东西了 我已经退到 后面 就说你 如果你不愿意管我 我 每个项目 我分你50%的钱 所有的东西 我自己来承担 公司依然不同意 我其实觉得 嗯 包括 那就公司说不同意 那我们解约吧 那我就说 那解约吧 那赔钱 1200万和500万 我觉得都是不可能的 我其实 已经 呆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说 这个东西 嗯 其实最近的关键点是 啊 因为节目的事情 我自己去报名参加了 就是也没有 签合同 还没有签节目合同 就是说别人说 如果你想来的话 你跟公司商量好 就可以来了 然后 那我们当时 10月份中 不是说 你 你不想解约的话 我们还可以谈吗 那我就说 那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你们谈 他们说是的 那就去谈了 然后到后面回来 我说 嗯 不给我们管 你自己的是自己对 但是你要跟我们 把约解完 让我自己发 解约通知函 我也找律师去 解 解这个东西了 啊 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 其实我觉得双方 基于一线时来讨论这个东西 我其实我提出的 八 三倍赔偿 我在公司的收入 三倍赔偿 其实也是接近一百万 其实我觉得并不低 一千两百万 跟五百万 我是肯定 无法接受的 然后第三点 啊 然后 我未来的状况 我可能不会那么活跃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因为我个人可能也是会比较偏向 因为我的梦想 如果我完成不了 我自己已经这么尽力了 其实你只要点点头 我就能去参加 并且我已经退到了 就是说无论是以你工 你愿意 我以公司的名义去参加 OK 我可以去 如果你不愿意 我觉得我以我个人的身份 你觉得我不配你们的招牌 OK 我愿意 就说那我不 我不拿您招牌 我就拿我自个 我自个个体 我去参加 我知道我不一定能够进多少多少多少 我就是想参加 并且这个节目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收益的 其实在收入方面 唉 包括我的学业问题 自己的学籍以及到国外来大学 其实都是由我个人 有我的家庭来去帮我找 去帮我聊 去帮我谈定 公司方面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的 其实我今天能够说这个分享 其实这种双方其实没有什么好沟通的东西了 唉 好了我就开始发图片了吧 我也不知道 我都忘了自己发那些东西了 唉 可以啊 啊 呦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 一直以来 对我的一个关注 未来有 机会的话我们再见吧 因为其实当时也提出过 就是说如果我想退出娱乐圈 公司也是可以的 但是 我并不想退 但是我现在我想退了 我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不能给我带来 我不能坚持住我的梦想 或者说我不能好好的去工作 不能开心的去工作 我宁愿我换一个工作 我不一定要当艺人 我从此执着 我都不觉得自己一定是当艺人 并且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 没有很大的天赋 说句老实话 然后 还有一点是 其实我很不想说 但是我一定要说 今天都已经说到这种分上了 在我未成年的时候 17岁的时候 在公司的员工 算员工吗 我不想指出具体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对他不太好 我去不满意我 不满意我某个脸部的情况下 带我去动了一个小手术 这个小手术的费用 也是由我自己来承担 并且没有经过我监护人的同意 具体是 也就说了吧 就当时 其实我很痛苦 一直以来对那个东西都比较根根于怀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 藏在我心中 也一直不是一个 特别大的事 但我现在当然是 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现在就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 并且我到后面 我之前一直很伤心 是 就算你对我这样 但是我依然的话 无论是看待朋友 或者说看待怎么样 我觉得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 嗯 反正后面 我应该会整理我跟 我们公司所有的 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 所有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 上传 全部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 根据一个具体的事 去说什么 因为我实在是 我想不到了 因为过去实在是太久 太久了 就大家自己翻 自己看吧 反正 反正我 其实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无论 这 就是 我当时非常喜欢我们公司的 一个经纪人姐姐 然后 其实我的邮箱里一直存着我们律师 给我修改的经纪合同 就是在原定的经纪合同 进行了修改 但是 修改完了以后 我没有去发给公司 说要用我的这位版 其实我还是按照公司那一版 就是公司给我的合同 我一个字都没有动过 我们这边 就是该是怎样就是怎样 因为我很喜欢 我一开始没有那么 就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都没有那么在乎 名啊 利啊 这些事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每件事 我都是能够做得开开心心的 你公司能开 你能公司能赚钱 我能开开心心工作 我其实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 一个工作状态 但是我达不到的话 我就希望 就是您公司居然没有 就是 都这样对我了 包括 我们 我们部门在 不想说 其实我今天做过 跟大家说这么多东西 我也知道我这么 将来会面对的后果 是什么 其实我大家都明白 我未来 当然 六年 没有意外 还会和时代风景 不离不弃 那希望 我们的 字幕秀 梦想做不到真的很难过 并且离梦想这么近 我很想去尝试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 对吧 别人老总之间的事情 没有办法的 就是做不到 那没办法 很遗憾 我真的感谢那个 节目组的人 一直在跟我对这些东西 我也很想去参加 但是 我真的想尽一切办法了 我 实在没办法了 我没办法我就只能 参加不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小弟弟们吧 嗯 大家 加油 好了 我说出这么多了 我再 帮他捋一遍吧 那第一 你公司是我截止到 今日我一共可能上了三天左右的表演课 然后我在北京是 夫妻公住处的 其实公司对我的投入是 几乎 几乎可以 不算数吧 其实 然后 我其实从一开始进公司来 就是也是感谢公司 呃 一开始给了我机会吧 然后到后面 我也是 呃 在赚钱了 并且不是小钱 就是说 已经给公司打来很大的收入了 到目前为止 呃 无法去 继续合作 我也抱有 非常遗憾 然后 但是 他一直说什么 你在外面说公司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就在想 我在微博上 我不是一直夸着 不是一直在夸你吗 但是你如果你觉得 我实在不占理的话 其实我就想把这些理说给大家听听 然后看大家觉得 到底是 谁没有理 非常感谢您花 嗯 想起时代风君的人也在听吧 非常感谢您花钱 进行一个公关的东西 呃 虽然我觉得可能您花的 现在花的钱是我当时给你赚的 然后我也觉得无所谓 呃 你们就 呃 那我们就到时候 再见吧 看 嗯 我号 比较多 就是您公关可能给 可能得再 多花点钱 因为我 号 包括我朋友的朋友 艺人啊 各种方面的好 确确实实会比较多 然后 那我们就 改天 再见吧 也就 嗯 未来六年 不离不弃 好 大家 我也不想跟大家说 说什么了 就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正常的一个方式啊 反正我就跟大家说 再见 然后 我们 因为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没什么能力 我就是写小作我而写的特别好 嗯 大家也知道我写作是我的优点吗 嗯 写个长篇故事 连载一下 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并且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的 嗯 摆证据 讲道理的 因为我现在老是有点乱 等我冷静下来了 我一定会 摆事实 讲道理的 写出来的 长篇故事嘛 谁都会写 哦 我写的最好 好了 不跟大家说了 就是 我之后的事情 我会好好处理的 就 嗯 拜拜 那我 等我理清楚了 把所有的聊天记录上传上来吧